國民黨副總統參選趙紹康 他是到台中站台助選 那我們來聽他致詞的時候 提到了些什麼 要什麼 你要有什麼 現在人民要什麼都沒有什麼 那時候要口罩沒有口罩 要快篩沒有快篩 要疫苗沒有疫苗 要病房沒有病房 要機能又沒有機能 這也缺 缺水 缺水 缺電 缺工 缺材料 缺藍 缺藍也都找不到 真的是這樣 所以各位好朋友 我們 八年了 民進黨做八年了 做到這種事 做到這種結果 我們還要給他支持嗎 沒有 要給他支持嗎 沒有 落台好嗎 好 民進黨做到八年 兩岸 真的這樣 戰雲密布 民進黨說沒有 賴清德說他是和平 學會說 是和平 我們做兵開的 我們的孩子做兵四個月變一年 對嗎 高峰預算 三千億變六千億 奇怪 錢做什麼不好 我們大家分一分也好 是不是 買那些武器 再過幾年不打仗就都作廢了 但是又不能不買 為什麼 因為很緊張啊 緊張誰造成的 誰造成的 民進黨 當然民進黨嘛 所以各位好朋友 國家面臨這樣的處境 不然我跳 跳的還要算 要做什麼 我一支過得很好啊 為什麼要跟侯友宜搭配 知道是火坑也要挑 我想是這樣 為了我們的國家 為我們的下一代 真的是這樣 我在想說 我們其實也 也就是這樣的不錯了嘛 但是下一代怎麼辦 我們怕什麼要怎麼啦 兩岸兩花要怎麼啦 想想的會怕 會緊張 沒想到沒事情啦 想想的真的會緊張 我生在台灣 在台灣大漢 吃台灣米 喝台灣水 在台灣做事情 我的事業也在台灣 當然是想為台灣貢獻嘛 當然是想說台灣會越來越好嘛 但是看到民進黨還是繼續執政 很煩惱 那到底國民黨該怎麼樣去吸引這些年輕選票呢 我們來看到趙少康他說了 要讓年輕人對國民黨改觀其實沒有那麼的快 他指出要盡力讓他們侯康兩個人能夠被年輕人看到 接下來就會提出一些有感的政見 他說是石破天津的 讓大家看到之後會覺得怎麼可能呢 接著他就繼續說民進黨說每天要打我 那是在幫助我 他說我還怕打嗎 他說來啊 你最好是每天都來 所以趙少康他昨天是上了中天的大新聞大爆掛節目 他就透露說自己早就預判到了侯康佩登記之後 民進黨一定會搞分化策略 但是侯友宜跟他的互補性是非常的高 可以說是最佳拍檔最強的組合 根本就不怕綠營的惡意攻擊 他更像民進黨喊話了要打就盡量打 因為越打只是越幫侯康佩做宣傳 我們一起來聽 11月24號我們在中選會登記 登記完了 我跟侯友宜同一個車 我跟他講我說 他們民進黨的策略將來一定是分化 一定 他一定會搞分化這一套 所以我們不能夠收到分化 那你自己想想看 侯友宜他找我他沒有考慮 一定有考慮的 對不對 優缺點個性 那就是互補 互補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們才講說這是最佳拍檔最好的組合 最佳的拍檔最強的組合 真的是這樣互補 本來叫互補 否則你找一個人來幹嘛 都不講話 那怎麼可能我又不是死人 怎麼會不講話呢 我意見一向就很多 我意見一向就很多 那侯友宜也不是不知道 他竟然敢找 就表示說他知道我的個性 就是這樣子 現在是要選舉 選舉是要贏 如果你不贏什麼都是空的 對不對 所以一來 這個友宜選舉跟我講說 我們到時候跑也分開跑 現在因為比較常在一起 因為剛開始 未來還是要分開 否則的話幹嘛都擠在一起 是不是浪費時間浪費人力 他說各跑各的 各有各的這個長處 至於說每天打 打我 那是幫助我們 民進黨以為是害我們 錯了 我還怕打嗎 對不對 來啊 每天來啊 對不對 而且每次打完 我都有反彈的 我怕你怎麼打 我被從當議員到現在為止 被打得多好了 我怎麼會怕打呢 來啊 那最好每天討論我們 選舉就是誰決定戰場 誰決定時間 誰決定主題誰贏 你就跟著我跑 那很好 來跟著 好 所以網軍側翼 最近是在打什麼呢 就是下面這張照片 是趙少康跟林鄉 他們出席公益活動的時候 好 現在網軍側翼就說了 趙少康他是緊貼林鄉 所以呢 現在林鄉做慈善 竟然是遭到了抹紅 那趙少康他就說了 要罵就罵我好了 不要去扯林鄉 他說開什麼玩笑 那麼多人都在台上 台下還有50台的攝影機 所以我要說 你們要怎樣講 我都沒關係 因為畢竟已經身經百戰了 進了廚房就不怕熱 但是林鄉他是好心來做慈善和公益的 結果竟然是被我說成是被我給染紅了 他說真的是很莫名其妙 那林鄉他當然也跳出來講話 他說大家都很會聯想 那個時候是要剪彩 舞台很小你要占20幾個人 所以大家當然就是會貼得比較近 他說不知道為什麼網路圖 要把其他人全部都批掉 他說這個真的是怪怪的 那時我只想要趕快剪彩結束活動 那記者就問了 那你們兩個人在台上 說了什麼悄悄話呢 好林鄉他就說了 趙少康是說 謝謝你來參加這個公益活動 所以只是說了這麼一句話 那趙少康他也還原了當天活動的狀況 他澄清因為舞台真的就是滿小的 你參與的廠商跟人員又很多 因為現場比較急 所以林鄉是因為站不穩 他才會晃了一下 但是沒想到卻導致呢 這樣惡意的扭曲解讀 他說真的是非常的莫名其妙 很早就約了他們三個啦啦隊女生 來做 我們每年都有一個 等於是愛心大使 每年都有 那陶金也做過 反正就是很多都是找一些 大家比較喜歡的年輕朋友 那因為 現場起碼有50台攝影機 因為那個大家要在台上照相 所以捐贈了將近20個廠商 加上他們三個都在台上 那麼小一個台 那要拉那個幕開幕 所以呢 因為林鄉是來賓 我是這個 那天我算他們來賓 但是我是原來中國的董事長 我就在他旁邊 他一拉的時候他晃了一下 晃了一下 他就一秒鐘 讓他們拍影片 就說這個意思就是說 我這個這個對他不禮貌 開什麼玩笑 那麼多的人在台上 50台攝影機 對不對 所以 對你們講我都沒關係啦 我講我已經身經百戰 進了廚房就不怕熱 人家是好心的 來做慈善做公益 去講人家幹嘛 還說因此他就什麼 紅 就變成紅了 就被我染紅了這樣 莫名其妙嘛 對不對 就是我告訴你 我已經大概有五年沒 起碼五年以上沒去過 大陸 我在大陸也沒有一分一毛的 什麼生意 他染什麼紅啊 就是說我常常想你 你心裡骯髒的 你看別人都是骯髒的 你心裡是紅的 你看別人都是染紅的 真的是這樣 特別我覺得對林鄉 也很抱歉 很不好意思 謝謝大家 按摩 感谢观看